字幕作评 李宗盛 好了,回到窮车 我們數了很多玩味的車 甚至去到最高級的 Carset 等級 EV 便很大衝擊 對呀,他突然會爆炸 等一會再回憶吧,這次衝擊真的比較大 其實這次衝擊真的挺平地一聲淚 對呀,很少有行貨有賣過 他不只是在日本 你不跟豐田Century那些只是在日本 他是在本地,香港合成代理有賣過 你想想,連成哥都選他 對,成哥都選他 我們之前有說過 就是他和零至LS400 一起困的時候,成哥都選了他 你想想,在大MASA的眼中 選擇他的話 他真是厲害了 很出色 然後剛才空檔BREAK的時候 我亦給了一些其他媒體拍片 拿一部President出來拍片 給了一些少許影片 EV看 President和Century 哇,衝擊大度 EV一看到後座,嘩,真的很寬 難怪你說,擺放到屍臣的腳 我這樣確認 放三對腳並排 所以他真的很出色 而日產在90年代來說 有很多很經典的車 當然President是其中之一 如果在我們接下來說的車之前 我又想說多一點 在這些偏向豪華車 或者是比較大的家庭車裡面 David,大家想想 在Alfred未出之前 L Grand L Grand 遲些都在9、6、7 其實L Grand 如果當時的Alfred和他相比 其實這個車籠 我藍吻深說 L Grand的籠是漂亮很多的 你先說哪一代 有Alfred之後 補充一些資料 第一代的L Grand 是9、6、7 即E50 那時是單趟門 而他的對手是什麼呢 是Granthia 其實說到最後 Granthia 都是用High-Ace的Platform 去發展出來 所以他的行車舒適性 是輸蝕的 是 如果你說跟Alfred比較 Alfred應該說 雙塘滿E50 是吧 同期 總之同期 10系也好 10系 同期就是對著E51 E51 一贏一樣 E51 7座和8座之間 7座的獨立椅子 就是 剛才我們在Fair Lady 有說過 他那個 iPan 又是可以獨立腳 肩膀的 中間那對飛機椅子 向前接 是坐得舒服 比Alfred那張 這個是事實來的 然後如果他8座的話 他是有日產最灑的 7加1設計 他是中間那一張 推前上最前排司機的位置 然後中間擺個走廊 但是他又可以移下來 坐到第8個 是啊 是他做到的 是啊 以及以當時 封田的Alfred 和他 Algrain Algrain 的房子比較漂亮 甚至乎 又是我們先前所說的 他的房子的材料 由錶桌到皮座 中控台設計 其實是贏了 其實是贏了 那時候的Algrain 是可以把椅子這樣轉 中排椅子可以這樣轉 但是最早期 可以把中排椅子這樣轉 並不是Algrain 是他的先祖 他弟弟 先祖 是蘋果 Sarena 是蘋果 最早 Sarena又是很厲害的 又是那些 7座也可以 8座也可以 又是這些設計 問你死了沒有 所以 為什麼我一開播 說日產的時候 經常說 日產行的東西 會比其他日本廠的東西 就是早 走前 我們數了很多例子 真是比比街市 你想想 大家用回你們的回憶 或者你們 記得以前的日產 所有東西 真的可以讓你們任何一個早 蘋果 第一件事 之所以為什麼叫蘋果 就是當時香港代理 把8個蘋果放在廣告上 所以叫蘋果 而Sarena這些相對高新的7人車 它是行先過人的 它之後才有Statwagon 而同期的豐田 是TCR10指針台大霸王 第一代 你想想 而它是高新一些 所以內隆又會高一些 所以它又是行先人第一步 是啊 其實那時候那個年代 它都賣得很好的 很好嘛 是啊 因為高新是只有它 是啊 是啊 所以變成了 它先行先了 然後才有其他廠去追 但是日產很差 它能先行 但是它永遠都是這樣的 無以為計 這個沒辦法 始終你說 譬如我當是豐田 豐田可能資源 才會有多 所以變成品牌效應 特別是本地市場來說 其實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的 日產所有的東西都行得很前 但是經常都無以為計 但是呢 其實在日本廠裡面 最厲害的是誰呢 最厲害的是豐田 它看完你們在做什麼 然後 然後 做個精的來砌 是的 它一架就打死你們 是的 那個策略上也會不會有問題 是的 它不怕虧給你的 你們先做吧 我沒有什麼概念 但是我要一做 我一出一架 你們全部都含滿了 是的 永遠豐田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方針上的不同 是的 但是你不得不佩服 就是日產這個品牌 很多時候 有很多東西的創新 是的 它們的意念 它們的創意 是的 回到我們說 接下來 好了 換味蟲 我知道大家都想聽這個 是吧 這個也是一個很創新的一個例子 話說 第一件事不能不說戰神 是吧 因為 為什麼這樣說呢 Scarline GT-R 這個名字 是停了很多年 是 去到八、九年的時候 才推出這一部 R32 現在Scarline GT-R也有 但是R30 R31 是沒有GT-R的 是 只是最多去到GTS-R 是的 之後叫做GTS-T 那些 尾輪 然後 它當然 全新設計的機器 RB26DTT 大家現在當然很清楚 如數加真 我不用多說 因為這部機器 是為了A組 而專門設計 專門為A組 賽例而設計 所以為何在日本紡車賽 是可以橫掃 就是這樣 而間接上是 因為它摧毀了A組賽例 是的 Davy說這個 大家又把大家的記憶 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九十年代頭的澳門 1990年 是的 1990年的澳門 那時候 大家走到A組來 那時候就是 來來去 八十年代後 那時候比較少來 那時候還未來澳門的 190E 然後寶馬M3 也是行A組例 A組例 還會有Sierra Cosworth 然後 Sierra Cosworth 已經行Turbo 但是 都是跟寶馬 鬥得很難解 然後 去到澳門 和GT-R GT-R完全放升 在九一年 它要加綁 德國陣營 拿DTM例 拿DTM例 它加100kg 是的 然後 這樣不公平的狀況下 因為賽例 本身已經不公 它加了100kg 油缸要縮小 是的 還有 因為 加綁 縮不縮小 油缸也不夠 走完 但是它做了圈速 在排位的時候 可以打得接近 所以 在賽例上 多麼顛覆 其實 講到R32 我們不得不給EV 講一講 R32 對它來說 有多麼震撼 GT-R對你們 對你們 對一條巴膠 它怎麼這麼震撼 一條巴膠 入機店 入機店 你會看彎案 看彎案 之後 每個人選車 選什麼 選R32 什麼事 因為R32 就是R34 不用想 最Trainmark 就是車尾 四盞圓燈 是的 四盞圓燈 一個摺跑 然後 難操控 二脫尾 但是 速度的快感高 是 完全 滿足了 一切 不夠錢 買真車 但是 又想跑得快 的人的慾望 是 沒有辦法 陳冠希 不是 高橋梁介 雖然直路很快 但是車頭很重 它有個蝕底 但是 沒有辦法 直路一飆 在那個年代來說 是很誇張 特別是 大家都是Trainmark 但它跟路審素巴魯都很不一樣 路審素巴魯都壓縮了 感覺上 一飆起來 它會快些 但是 長遠來說 它比較硬 這個就是四缸和六缸的問題 六缸是比較硬的 是 你爆極都有 四缸 它那個 Pickup是快 但是它不夠硬 還有其中一個關鍵的 是什麼呢 我計算完裝瓦 波瓦 因為那個波瓦 令到它們的差距更加大 因為 如果有駕駛個 5速的 RB26的話 都知道了 它的波瓦比較疏 它的波瓦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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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設定來講 已經有這麼大的差距 所以 你感覺上 GTR那些 原裝計算 不是說 之前Richard那條片試的 那條 那條重改 是的 我們說原裝車 原裝車 原裝來講 它那個 一起一部 那一下 就路審素巴魯 那些會走過它 但是它的厚度 是很不同的 那當然 重改令作別論 我們都駕駛過一些重改的 R32 真是千馬斤 它的枕力很強 很強 它的枕力很強 因為 其實 以當時的Turbo車 很多都是因為 要受著那個轉數 因為由轉數控制那個Turbo 因為受到那個轉數的限制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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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Turbo車 例如 Daby 你剛才說的 路筍也好 GC8 也好 當時是數的 因為 它們要去到 3,000多轉 3,500或以上 Turbo才介入 但是 在3,500以下 其實 它 其實 一點都不特別 但是 RB26 就不同了 因為它走兩個Turbo 對 一個小一個大 所以 它們在低轉的區域裡面 它能夠補償到 低轉時的外 所以 它走得最先 還有它會有很多電子負作 它有四爪 四爪 和四輪轉向 不是 四爪 剛才說的也是 但是 四轉 它有四輪轉向 都來得更加好 很聰明 你不覺得 它這本四輪轉向 是非常聰明 是的 它是 你要去到某一個速度 然後開始 你有一些 因為它會計數 可能你尾輪 有哪一隻輪不夠力 然後它會補償 而且在一些小彎 你開始推的時候 它的四轉才會去幫你 幫一幫 它不是長期介入 這下強 而且它的四驅 其實是聰明四驅 是的 你要去到某個速度 它才有四驅 是的 所以 它拿下去的特性 其實是偏向尾輪 在很多時候 其實它的動力 是偏向尾輪 多一些 多於頭輪 如果這樣算 它差不多是尾輪70 它頭輪30 是的 所以 它拿下去 為何和蘆筍、索巴佬 拿下去 為何這麼大分別呢 關鍵就是這一點 是的 其實 好像你說蘆筍 或者索巴佬 這些 差不多近乎50 50 但是 這些四驅 就不同了 它有頭尾分布 是的 即是等於 它像什麼 它就像 歐洲去到後期 其實跟它差不多同期 就是 Crossworth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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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一代的 是 我們經常叫做 飛雞 飛雞 因為這是一個典故 是 但是 又 又 承接我們先前所說的 它的車籠 和一對頭椅 又是走得很前 那個設計挺獨特的 是 漂亮的 一張連體的椅 是 是 是 你放心 那椅是 我們經常說的 打機椅 人體工學 它是近那些 還有 你坐在什麼 以前 不要說以前 現在的人 坐在Honda 那種 坐得很低 很貼地的感覺 除了 EF之外 就是它 而且它整個籠很漂亮 它由 錶台 馬鞍 全部連體 連體 然後你連同 那張 頭枕 整張連體 簡約封 是很漂亮的 你不能抗拒它 因為它實在太漂亮了 很吸引 是的 還有當時 我記得 我大概記得 它那時候的車價 不貴 又是不貴 剛剛穿21 對 剛剛穿21 如果八百年出第一代 即是第一代 我記得它應該是八百 21 好了 大概200匹 AW11 那時候新車 120匹 兩座位 美旗 T頂 18萬 相差兩萬多元 是的 但是我的馬力高利很多 當然 那時候沒有巷貨 Supercharge 的MR2 沒有 絕對沒有 就算你有 也是145匹 4AZE 所以基本上完全不同級數 總之 行貨時來的AW11 全部都是120匹機器 沒有 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那些AE92 不是 AE92有144匹 阿Sir 在說90年代之後 不是 阿Sir 92那些行貨 都是低能仔機器 到尾期才有144匹機器 也是沒有行貨 有144匹機器 差無行貨 差無 差144匹 不是 最尾期的 最尾期的 最尾期的92 92 148 但是那批是很少的 但是它200匹 是的 200匹 你怎麼搞 所以那時候 雞是快的 但是 它因為快的原因 所以它的失事率 也是超高的 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 它的尾跌 是的 它的尾跌得很快 是的 還有那時候 Tommy Hing 如果當時的Tommy Hing 已經冒起的時候 大家學了飄移 便沒事了 是的 真的 現在就有這樣的機會 90年代 就沒有這些可能性 是的 所以這一輛其實 在我眼中 日產它算是其中一架 經典車系 那時候最成功的是什麼呢 不只是玩車界買它 那時候是很多阿太買的自動波 回來開的 是的 很多的也是 是的 很多美女喜歡開的 是的 是的 這部又是老少咸兒樣 是的 就是說 有個阿太買送車 這一部 你又不會覺得壓得 是的 你會覺得它很帥 是的 如果你是一個 在中環上班的OL 駕駛這部車 是當年 帥 我幻想到一個人物 陳秀文 是 陳秀文 是 陳秀文就是這一部車 一號皇庭年代 是的 幾個造型都是對的 有品味的 有些品 懂得選 陳秀文專用車款 是的 而這一款車 亦都秉承了當年日本很流行的一種文化 嗯 就是姊妹車 是的 那時候日本很流行姊妹車 這個AE86 AE92 不再說了 Levin Trudeau 他也有 在日本那邊 他還有Sylvia 就是池谷前輩這個款 是的 就是池谷前輩 這樣 嗯 而這款 坦白當然是沒有的 沒有 而我第一次見這款 就是在澳洲 澳洲多人翻這款 是 多人翻這款 然後 當然 直到尾期 香港沒有 那時候 就轉了行2.0 SR20DET 在中江 那 在外型上 就跟剛才 我們叫10SX 完全兩樣東西 是 那項完全一樣 是 內櫳完全一樣 只是樣子不同 是 這就是日本車 那時候最流行的 E86 分跳燈和明燈 其實他也是一樣 是 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是很流行的 是 是 那時候是很流行的 然後 不止 他還有 混合雙打 YES 大家都記得 Sylvia提 是 明燈頭 然後 跳燈的尾 你見到斜尾 兩架 是 你記不記得 慈高前輩想混和那條女子 就是用這架 所以 是 最最初的 頭文字 這架出現過 還要是藍色 是 就是他 兩條女子拿到那架 是 很多人改了 很多人改造 對 很多人改造 因為香港沒有 因為沒有才輕香 而香港全部是跳燈 跳燈 100SX 所以跳燈球鳥是特別吸引的 等同於當時大家開XL 即是COLA的XL 大家為何這麼喜歡改這個Tune Auto 同一樣的 不得了的 所以這輛車其實在我日產的字典裏 其中一輛經典車 如果你說90年代日產的跑車款 最後不得不提這輛 這輛車是日本當時 堪稱它為怪獸 Pulsar GTIR 剛才這輛Pulsar已經出現過了 再掃進去最頭 畫面有一點花,對不起 因為剛剛一兩集 是這一輛來的 是這一輛來的 剛才那輛我真的明白為何叫怪獸 是啊 然後 我一看我就覺得 很反傳統的設計 第一 我看下去 像現代的 有一點七人車的感覺 嗯 但是同時它是單門的 是啊 單門 但是它的前門又大 是啊 它裡面很寬闊的 你預計得到啊 它裡面很寬闊的 是啊 你預計得到 然後最誇張的是什麼 擺了十三雞的那輛2000Turbo 下去230匹 比十三雞更大 大概四驅 這輛還要四驅 4WD 這輛是跑輪的 這輛車的市場定位 你真是 是啊 話喘沒有啊 其實這輛車推出的時候 同期的車 開始由Honda來了 是啊 它推出的時候 剛剛就是推出DC2的Type R 是 那段時期 同期對手 同期還有什麼 二三個路筍啊 那些 就是那個年代的事 是啊 但是呢 我很記得 當時我看的 這個 什麼 日本的那輛試車碟 Best Motoring Best Motoring 是的 Thank you Best Motoring 曾經有一集 是用它 Pouser Pouser的GTIR 去火拼這個DC2的Type R 當然有很多千八年先車 同場去做一個比拼 這輛車簡直是快到 快到脫皮 我記得很適合 這輛車 是 呃 怎樣啊 哪個啊 水啊 總之我記得DC2是誰 DC2是黑澤炸的 是 黑澤源自 黑澤叔 是的 不是他的兒子 不是Tak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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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車的時候 他是玩著來試 是的 那DC2 直到呢 黑澤叔 直到 嘩 牙血都出了 是的 因為你想一下 晚都晚不近 你想一下 四驅 還要這輛車 細細駕駛這麼短 是 很好玩的 嗯 這輛車嚇到外母系列 是的 外母就以為你開一輛家庭車 一想到你就知道糟糕了 他去到 一件事就是說 之後他會 Puzzle上面會比起 路上數法路吃虧一點 但是因為 因為你可以 後期可以改的 當然啦 你那個 SR20那個 潛力又是會大的 是 最關鍵的 為什麼他會局限了 就是因為呢 他走 他走頂置的 Intercooler 嗯 跟數法路一樣 你看到他那個cooler是偏小的 是 有很多那時候的玩法就是 改前置cooler 是 改前置cooler 可以走大一點的cooler 你可以 你就有權去 推大一點的cooler 嗯 因為太小隻cooler 他受不住 嗯 即使你改ARC 頂置cooler也好 都是小隻的嘛 嗯 所以 很多人都會改在前面 那就好很多 但是當然啦 你說在那個市場上面 特別是香港 路上數法路的 比例一定會是多一點 是 但是其實他會很好玩 當然啦 路上數法路以為他 他小隻門 有少一個 局限性在那裡 是啊 是啊 家裡的接受程度高很多 對啦 但是如果要玩車來計 GTI R是很好玩的 當時那個年度多人玩的 真的 當時很多人玩的 總之 他一出了 然後那些人看了 試車之後呢 是多了人玩的 是的 是啊 甚至你近年 即是開始又是 出得翻牌了 嗯 其實也有班人回來玩的 是啊 是啊 都有的 所以你說 其實我覺得 如果當時那個年代 你數吧 露筍也好 其實露筍那時應該是一二代 一二三代 一二三代 速馬路也是 一二三 其實大家的匹數碼力差不多 是啊 是啊 但是 他 又是讓你們走得前走得早 是啊 再加上他的車比較短 是啊 是啊 他是好玩的 那時你想想 DC2的Type R 吹得很厲害 2000王者 怎樣怎樣怎樣 說到如何如何 非常過河 但是你一扣他 嘩 真是輸得很糟糕 哎呀 Puzzle 但是Turbo 又是Turbo 好像那個閘迫已經不同了 是啊 不過是這樣的 剛剛你說的 對 我們不能夠用NA和Turbo 去比較 這是一個很不公道的比較 是 但是如果同期裡面 的對手來說 其實他贏了 是啊 他不輸事 有一點都不讓露筍數 一向輸事 是啊 DC2不要說了 因為NA就不要 撥下去了 是啊 不公道的 你回想我們說了那麼多為人津津津樂道的日產車款 嗯 其實很值得有人回味的 有那麼多款 當然在那個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之前 是 百花齊放的 間間廠也很多的 是 然後 然後日本經濟泡沫爆之後 自然是會少 沒有辦法 這件事 去到近年 其實你說出跑車最進取的 其實就是日產 嗯 你想一下 在今時今日的 日本車市場那裏 你想一下 香港的今時今日呢 香港現在是賣哪幾款車呢 是這八款車 OK 起碼呢 GT-R基本上就頂住了雞頭了 是 跑車市場雞 嗯 這部車 是由零七年出的 買到今時今日 嗯 都是刺碼的 去到今天 2021年的一月 嗯 其實還未帶轉款 大家都知道 嗯 但是到現在 少了人買的原因 沒辦法了 他現在賣260萬 零七年的時候 同樣的R35 賣多少錢 一百三十多 是 一個可以啊 是啊 怎麼搞啊 你想一下 現在買一部 一二的中期 我們叫改閃電燈的GT-R 多少錢 70多萬 嗯 又說 我不說 最前期 078的那些 有些是 二十幾三十萬 你買到的 不要計算 整住了 GT-R整理又是貴的 告訴你先 不要打算 很便宜買到 買到超跑 聖誠回來 那 弄到你PK的 大哥 嗯 我們有common friend 都還在開車 OK啊 誰啊 誰啊 我和你的common friend 有一個 有一個 還有一個 全都還有一個 因為我有一個老友 就換了車了 是啊 我和你的 四十個近傳的一架 還有的 是common friend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 買最前期的GT-R 因為 損耗東西問題 是 日子有功 是 十幾年 你怎知道前幾十 有多少不是飛行模式 是 是 他那麼好飛 是不是 前期那些 四百八十匹 現在去到五百幾匹 是 是不是 繼續頂住 是 是 在日本那邊還有Fair Lady 是 香港行貨沒有 香港流程過幾款 又是一般 日本產品的問題 是啊 因為前期做得太美了 太成功 真的太成功 這個事實 所以去到今時今日 他還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他2017年轉了 現在最新的樣子之後 其實香港市面上不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價錢 而且當你比較的時候 那個樣子差不多 也很難搞的 是啊 沒有性能算 性能上的突破不大 因為始終是同一款車 雖然現在在說日產準備 其實他在想他的頭髮也爆不懂 不知道怎麼轉好 太成功 是不是 你想一下 今時今日 在 本地 當然 跑車 日產不多了 你看到 但是 其他車好賣 是 Sarena 我想說的Sarena先 Sarena也是買到通街都是的 近代 我以前應該有說過 在我們的七人車主題上 新款的Sarena 這段時間 他的用料是 漂亮的 日產是漂亮的 然後他現在最新的 是去年轉了一副新機器 13 Turbo 不止 是E Power 他這次更瘋 他是怎樣 他其實 你可以說他是電能車 來的 因為其實他不是用這副機器來帶輪胎的 嗯 他是用 這副引擎 作為發電機 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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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各自製造這副引擎 而在設計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你看回本地的汽車媒體 紫媒 TOPGEAR 你又回到TOPGEAR的YOUTUBE上看吧 他們之前做了一個測試 走一千公里 究竟 一桿又能不能走到 一桿又能走一千公里 嗯 非常省油 當然你說他試積 雖然在香港也好 但他省油這件事是沒用之意的 他比起之前 他之前也行2.0的850匹機器 已經很成功 還有 上一集我曾經說過 七加設計很受歡迎 雖然 去到現在這隻E-POWER沒有了 但是他在賣30宗 他省油那件事已經贏了你同級對手 嗯 是非常之出色的 而另一款 例如說七人車計 你用LGRAND LGRAND你可能也是有感覺上 萬變級不一其中 始終是吃虧給 吃虧給Alfred 那些 但是有很多家庭客也會喜歡 是 家庭客也會很喜歡 LGRAND 相對地沒有那麼大價 他比Alfred小價 商務客會選 選Alfred Wellfire 當然 因為他的款式相對地 比起現在30系的Alfred Wellfire 咦? 舊了一點 是的 所以競爭力會小了 一款尾車 沒辦法 然後 Cashkai Juke 他也是非常受歡迎的 其實 同級來說 他的用料是比較漂亮的 是的 而且整個樣子 其實 如果你說到這些SUV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是的 他的樣子 甚至是樣子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他的樣子 即是男允深說 我很喜歡他的樣子 我就會喜歡近代日產的內籠用料 大家都是交代 但他摸上去是比較漂亮的 是的 尤其 總之 其實 由上集好 或者說到這集好 他的籠的設計 真是漂亮到你 想怎樣呢 特別是David以前的工作關係 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車款 而大家坐上去比較的時候 一摸上去內籠的用料 錶桌的用料 他比較漂亮 如果以計算 回來香港代理加的皮籠 日產代理是要 英記一功的 就是他選擇的用料 同級 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大家 這些款都會在本地再加皮籠 但是他選擇的用料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要純粹說外貌 整體來說 Rug4和他 我要他 Rug4贏 他的性格 你看看 Cash Kai比較 Rug4的線條 比較硬朗 當然了 再加上品牌效應 始終感覺上 一些人好像 豐田 點點點 對 經常都說 日產 賣出去 不值錢 你先享受我 對 因為日產最壞是 他的承接力低 我們先不要說跑車 跑車就是這樣 但是家用車 他們就是這樣 其實看價錢 我覺得 以前 還在業界時候的經驗來講 Cash Kai這些都可以賣 因為這些價錢是吸引的 如果說 Cash Kai 或者 剛才我們看過另一款 Juke 那些都可以的 唯一可能是上價一點的話 現在的系列來說沒有了 就是Murano Murano 再大價一點的 跟零子RX比較 那個Size 就卡了一點 因為價錢浪了一點 這樣就會卡了一點 但是你說Cash Kai這些 很多家庭 很多家庭很喜歡 還有香港的 很多外籍人士 也有很受賣的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 因為用車 你不要計算 resale value 不計算 只是用日用車的享受 很吸引 你不要說什麼 剛才 這些是否定名為SUV 是 在我眼中 SUV不是一種 這樣線條的車 是 但是它的感覺 給我什麼呢 很像電車 剛才Alvin一邊說 日產是走前一步 它是用電車外殼的概念 放在SUV上 所以一邊說SUV 我很有疑問 但是你一邊說 它真的是一部SUV 是啊 又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既然EV在SUV裡面 都這麼好記性的話 你將它這個樣子 然後 在上一季的時候 我們玩這個 古巴系列的 古巴系列的 數馬佬 XV XV 大家都是同一款 你怎樣選擇 那麼這款 帥哥 是不是呀 其實 數馬佬都是漂亮的 但是它比數馬佬更多 數馬佬是2000年代頭 這一款我覺得是 現在這個年代 開的東西 是 如果說內籠用料的話 它贏了 贏了 它贏了 當然大家有眼看 在設計上 它是非常出色的 是呀 贏了 你們怎麼說都贏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品牌系列 我們選擇的這幾季都是 都會選擇一些 相對地 感覺上 好像冷門一點點的 牌子 但是我們就是 想跟大家說 這些所謂 冷門一點的牌子 其實一樣是非常出色的 從我們第一季開始講KIA的時候 我們講KIA的時候 精神領袖想到頭 精神領袖 如果大家去比較的時候 他不停按電腦 看看有沒有車款 能否推翻我們的說法 沒有 然後 我們講過富豪 說過萬時德 那個蜕變 其實都是那個蜕變 還有 現階段各方面的車 無論是設計 用料 各方面 甚至是性能 這輛車 現在CashGuard 這輛13Turbel 然後配 Twin Clutch 波箱給你 是 日本車有多少 死味 不是我說的 是 這個不是我說的 大家看回 又是看TOPGEAR Edmond劉說的 他們有試過車給你們看 我們都為一些 我們是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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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一個 在這個 叫做 算不算是 他們不只是網媒 他們真的是傳媒 但是 他們都做得非常出色 他們有試過有說 所以 都值得宣傳一下 大家去支持一下子媒 買車書 可以嗎 就是 這個Capscreen 這個Capscreen 同級是沒有這些 對吧 是不是 必然 我沒什麼想到 有得去彈它 特別是 它現在轉了 這輛DOWNSIZING的 1300Turbo機器之後 1300Turbo 150匹 Twin Clutch 波箱 然後SERENA 直接做了 這麼特別的 E-POWER SYSTEM 給你 很進取的 是的 所以我一開始 就說 日產永遠都是 被人先走 但是 去到 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那一句 其實他們走得很前 但是往往都是 無以為計 好像 剛才我們說的 POWSER POWSER的GTIR 第一代出很成功 令到很多 玩兩公升的人 要玩它 好了 之後 轉了款之後的POWSER 它也是有一隻 叫做GTI 但是 糟了 真是無以為計 跟不上一代的 那種 那種魅力 沒有了 然後就 沒落了 或者可能 當時 同款的對手 實在太多了 你想想 當時 如果要玩樂性高的車 有什麼呢 有 一天 開始不走Turbo 第二代的POWSER GTI 已經沒有Turbo 同期的對手 最強的是什麼呢 那時候最強的對手 就是HONDA HONDA開始來了 然後 在那個層面的 玩樂車 當然 只剩下它 在那時候 然後HONDA的興起 這樣真是無以為計 你想想 你說POWSER 例子的話 EK9同時間 日產是有架 N15的POWSER VZR 簽了 它去到N1的話 N1 spec 是可以去到200匹 譬如你 200年 很多跑車 大家都要停 即是 無論Supra也好 什麼什麼都好 日產那邊 S15 都停了 很多跑車 一會兒二年停 然後他們 傾向了 重心 跑車 只剩下Fair Lady 然後 一路 偏向了 方針 傾向 房車 或SUV 市場上 當然 同時 他們的管理層 或者擁有權 亦有變化 被法國佬收購 之內 所以 令到方針很不同 大家 大家剛才 在背景 看到 我一直在看 在日本的日診 網站 款式會多一點 但是傾向 實用型的車 多一點 你見到 比較上 在香港 有些款式 都沒有入 例如 中尺寸 房車款 他都選擇放棄 放棄市場 例如 風格 他都不回 當然 因為 他叫做同廠 Infinity 他都有 Infinity 的定位 香港比較尷尬 亦都不提 太多 但他成功 現在的廠台 亦都很成功 香港 他主力 就是 拿著兩部 SUV 拿著兩部 七人車 然後有一部 電車 這樣跟你 困擾市場 嗯 做精 是 市場策略 我覺得是正確的 嗯 是正確的 因為你說 小車來講 今時今日 你 他都不回 再小一點 最小的 其實已經是 JUGA 或者推步電車 推步LIF 嗯 這些 因為市場 如果小車 你又不夠 你又不夠 清理 又不夠 是啊 變成那樣 是啊 競爭很大 不要講造工 我們講價錢 因為其實很多人買車 看價錢 那個市場 你已經被Kia 攬了 所以你不能跟他抽 是啊 他始終都知道 相對有競爭力的 你現在 在市場上 香港 日產最有競爭力的 一定是Serena 他 做精一點 嗯 咬住 這個 這個 Segment 去 砌 那個 方向都對 嗯 所以 當然啦 希望 接下來 會有些更加出色的 新的 日產車 推出市場 因為 剛才有講過 日產的 那個 內籠用料 和設計 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希望他們 接下來有些 新的 漂亮的東西 給市場 以及 亦都希望 可以爭取到一些 好車給我們香港的 用家選擇 尤其是 日產的一班 忠實 擁躉 因為 其實 我覺得 在香港 日產的 忠實擁躉 我想 為數真的不少 其實不少的 是啊 所以 希望 將來有更好的 款式 投出市場 沒錯 我們 一連兩集的 日產系列呢 差不多了 是啦 那我們下個星期會說什麼呢 誰知道 下個星期聽你就知道 不是啦 好了 這集來了 就這樣 拜拜 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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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廣告